第一次接觸福爾摩斯這個人物 就是因為我在讀演藝行丸的時候 就要做一個功課 那個功課就是要選擇一個劇本的其中一段 第一個看到我的就是這個故事 你看到這個劇本真的相當有歷史 因為那時候我讀第二年 即是距離現在都應該有十幾年 差不多十年 所以這份劇本現在已經是熔熔爛爛 還有被我掀到在中間有些頁數 我要洩進去已經不能夠釘著 福爾摩斯是一個怪人 他是一個腦子很快很快 轉得很快 很多東西一看到就已經可以 將他分析出來的一個人 當時我就馬上找演員去演 就有兩個演員 一個是英俊的 另一個就是 是有些怪人的感覺 最後我是以話不說 一定要選擇這個怪的演員 去做我所做的這個功課裡面的福爾摩斯 如果我跟福爾摩斯做朋友 我比較希望可以跟Benedict Cumberbatch做朋友 因為我真的很欣賞這位演員 和很喜歡這位演員 在我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福爾摩斯是一個這樣的形象的人 然後我看完電影 然後我就覺得太英俊了 Rober Donnie太英俊了 然後太聰明了 但是接著就到了我看Benedict Cumberbatch的版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 咦?我的解釋 原來對於福爾摩斯的感覺是這樣的時候 原來是真的可以描述到整個戲的角色 是這樣做的 是怪的 Benedict Cumberbatch就是完全把我心目中 嘩!那個所謂怪的那樣東西它昇華了 然後給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 原來我 一個 即是那時候一個小薯仔 在學校讀書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interpretation 原來是 是可以的 是可以描述到的 還好 有一個小薯仔 也不會 聽到 剛剛人呢 說 好 那兒 有個人 我們 有姑娘 有婚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